什么中东地区都乱成一锅粥了 而东亚还是这么稳定 要知道东亚一直有个称呼 那就是东亚怪物防 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 但拎出来都能吊打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那为何几大强国挤在东亚这片土地上 反而能相安无事呢 首先东亚包括中国 韩国 朝鲜 日本和蒙古五大国家 而这几个国家的整体军费 就占据了全球一半以上 在世界上可谓是无敌的存在 再说各国的军事实力 朝鲜作为亚洲少数几个 拥有百万军队规模的国家之一 其实力绝不可小觑 目前总兵力约为120万人 由海陆空和战略火箭军组成 其中陆军总兵力超过90万人 边有20个军 装备有5000多辆坦克 2500辆装甲输送车 1万多门火炮和火箭炮 同时朝鲜还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特种部队 相比陆军 海军和空军实力相对较弱 其装备也大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式装备 总体而言比较老旧 但规模庞大 最后是战略火箭军 这是朝鲜最具威慑力的部队 目前至少拥有一千多枚各类导弹 其中就包括射程达到15000公里的火星17洲际导弹 而韩国在我们的印象中 似乎一直都是一个很弱的国家 但事实上 韩国经过多年的发展 目前总兵力超过68万 其中陆军56万 海军6万 空军6.3万 是实实在在的军事大国 在装备方面 韩陆军拥有2000多辆主战坦克 4500门自行火炮和火箭炮 以及600到700架各式直升机 韩海军则拥有170多艘舰艇 总吨位超过27万吨 其中就包括两艘独岛极准航母 航空军则拥有一千多架各式飞机 其中包括40架先进的F355代隐形战斗机 可见韩军海陆空发展较为均衡 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而日本军事实力更加不可小觑 目前总兵力大约为25万 分为陆上、海上和航空三大部分 其中陆上自卫队有15万人 装备有869门火炮 497架飞机 1000多辆坦克 除此之外它还拥有多种短程和中程导弹 海上自卫队实力更是惊人 目前拥有165艘各式舰艇和350架作战飞机 其中就包括直升机航母和宙斯顿驱逐舰 空军总兵力超过5万人 装备有1000架各型飞机 其中就包括147架F355代引擎战斗机 是除美国之外拥有F35战机最多的国家 除了这些海陆空力量 日本还有强大的军事工业能力 可以说如今的日本 已经成为一流的军事强国 实力最弱的是蒙古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内陆国 目前总兵力在9万人左右 不过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也分为海陆空三军 除了正规军外 蒙古还有预备一部队13.7万人 不过蒙古虽然军事实力不强 但却加在两大强国之间 反而成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明明大家实力都很强 为何会如此安稳呢 其实根本原因 就是由我国这个上古神兽坐镇 周边国家自然不敢造次 要知道我们作为世界上 第二大军事强国 总兵力大约在200万人左右 分裂为五大军种 分别是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 以及战略支援部队 而这些兵力目前分布在五大战区 每个战区实力之强 随便拉一个出来 都能抗衡一个军事强国 这也是东亚能够稳定的根本原因 所以